一,感悟人生,就是感悟自己,要想读懂人生,就得先读懂自己,当然的心态,是人生的成熟,简单的是,想生了,就复杂了,这世界上,有一种心情叫沉重,举得启放得吓得叫举重,举得启放不吓得叫富重,用加把的方式去爱人,用解法的方式去怨恨,用惩罚的方式去感恩。 二人生,要卖两道看,清余钱,人生要会两件事,挣钱,思考,人生两个基本点,糊涂点,潇洒点,潇洒点,人生要做两件事,感恩,结缘,人生学会三件事,学会关门,学会计算,学会放弃,人生三万,几块有多快,稍后有多后,永远有多远,人生三处,发现长处,理解难处, 不忘好处 三,有年时,我们要看喜剧,憧憬快乐的人生 青年时,我们要欣赏悲剧,磨脸脆弱的灵魂 中年,我们要看悲喜剧,在悲中叫喜,苦中做了 老年,我们要欣赏默剧,于沉寂中感悟人生 四,每一句感悟人生的语句,都藏着一段或喜或悲的回忆 五,人生就像季节,奔华过后终归平淡,不可能一直反花似锦 不可能一路花香四溢,人生也是起起伏伏,悲悲喜喜 才构成了人生的完美,人生无需拒绝平淡,无需恐惧风雨 正是在平淡中感悟人生的真谛 在风雨中锻炼人们的坚强,正是在酸甜苦辣咸的浸泡中走向了深刻 更加富有了内涵 六,人生也是起伏伏,悲悲喜喜 这才构成完整的人生 正是在平淡中我们感悟人生的真谛 在风雨中锻炼我们的坚强 人生正是因为在酸甜苦辣咸的浸泡中走向了深刻 更加富有内涵 人生的幸运不幸,关键看你面向哪里 幸福如阳光,不幸是阴影 幸福的人只不过他们都面向阳光 七,不要让幸活得太累 不要去幻想太多已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 那样才有可能在生命没事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属 在人生的旅途中,偶尔也会迷失在来时的路 沿途的风景,边走边望 不再是挣扎,不再去纠缠 吧,笑看昨天 正爱今天,期待明天 人生这路脚下走 生活之心心渐流 有,风霜雪雨 凹骨寒霜 细心品味 感悟人生 别怕委屈,别怕困难 成长总是循序渐进的 时,我们都懂得 一个好的心态,是美丽人生的必备条件 细细品读定然有所生活 我们悄然成长着 在路上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